今天,我们接着来说北九州连续监禁杀人事件 上一期我们讲到,母亲静美告诉淳子,松永泰已经死了 当淳子回到公寓,看到松永泰的遗像后高兴地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地厨的门缓缓打开了,松永泰从里面走了出来 脸上带着冷冷的笑容,不声不响地站在了淳子的身后说道 我还没死,是不是很可惜啊 接着,用棍子猛挥下去,将他打昏在地 原来,淳子消失的第一天,松永泰就往徐方家打了电话 他觉得淳子肯定会跟家人联系 他把之前淳子参与杀害肢解的过程全部告诉了徐方玉家 还拿出之前淳子电机虎骨的照片,欺骗他们淳子是主谋 甚至带徐方玉家到自己的住处,展示了电机设备,并参观了分尸现场 为了维护家庭的名声,徐方玉一边着手安排对这间公寓的玉室进行重新装修 将下水道和浴室墙壁全部替换掉,以杜绝在警方的血痕测试中露出马脚 另一方面,他跟松永泰准备通过甲葬礼的方式,将漂泊在外的淳子骗回来 将淳子控制起来后,松永泰多次向徐方家勒索 他们前前后后给了松永泰6300万人员 后来,松永泰知道徐方一家快付不出钱时,便开始挑拨他们一家六口的关系 松永泰首先拉拢妹夫徐方竹也,告诉他李慧子其实私生活混乱 很多黑历史,并请来了李慧子的前男友作证 几天下来,竹也甚至发现了之前就怀疑过的,李慧子在婚后出轨的证据 终于,在竹也垂头丧气出现在松永泰面前,对他所说的话表示深信不疑的时候 松永泰提出,一起联手把徐方玉手中抵押房地产获得的那笔钱弄来,一人一半 于是,竹也马上就答应了 原本以为,用钱就可以打发走松永泰的徐方玉 发现身边的家人们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女婿开始对他爱答不理,女儿李慧子也几乎不与父亲说话 因为他一直对父亲一手操办的婚姻本就不满意 似乎只有妻子静美,还是自己坚定的支持者 然而这一关系也很快被打破了 松永泰向徐方玉透露静美对他不忠的消息 还说他曾经主动勾引自己 回到家的徐方玉,看到静美却不由地怒从心头起 开始在家中时常殴打他 原本是紧密合作的一家人,徐方玉,静美 李慧子竹也在松永泰的策略之下 已经彻底分崩离析 而这就是徐方玉家走向灭亡的开始 为了更好的控制竹也 1997年8月 松永泰想方设法把竹也的一对儿女骗到了自己家 这样他就有更大的筹码了 接着他各种威逼利诱 利用对方弱点 在9月将徐方玉家人一一搞定 大家都搬进了松永泰的家 11月19日 徐方玉成为最后一位入住者 因为家中人口突然增多 松永泰对于家中关系的掌控 也开始实行了更加严厉的措施 首先 他规定每天所有人都必须遭到一次电击 优秀成员可以免去 但必须执行对其他人进行电击 电击的时候 松永泰都会在一旁观看 如果他发现电击时间不足 就会反过来惩罚负责电击的人 每天上厕所的次数也从两次减为一次 所有人上厕所时都不许坐在马桶上 而是半蹲着进行 也许是为了防止警方对下水道的粪便尿液进行分析 或是用这种方式增加受害人的痛苦 松永泰命令所有人都只许在塑料饮料瓶中进行小便 并在之后将装有小便的饮料瓶一起拿到外面 倒在下水道或者绿地里 松永泰给竹也提供的食物是每天八个小面包 但随着渐进的持续进行 面包的数量逐渐降低到了每天四个 在没有充足的食物 睡眠严重不足 而且还时常遭到电击的虐待下 竹也从90公斤的体重降到了40公斤 大腿已经瘦弱到与小腿相同的粗细 眼窝深陷 皮肤撇塌塌的垂落下来 双脚肿胀 站立行走都渐渐成了问题 1997年12月21日晚上 松永泰命令旭芳玉坐到客厅中间 其他成员已扇形排开 由于旭芳玉的反抗发言 令松永泰非常愤怒 他指使纯子去惦记他的父亲 在持续近两小时的惦记中 旭芳玉没有露出任何退让屈服的表现 21日当晚 他开始吐血 原来 旭芳玉之前的十二指肠溃疡没有康复 在来到松永家之后 病情更是进一步恶化 进食之后就会出现呕吐 他黏于花甲的身体 已经无法支持这样的虐待了 他的生命停在了这一天 松永泰指名纯子 李慧子 竹也 静美 以及竹也的女儿小彩 参加续芳玉的分座 纯子对参加分座的人员进行了分工 五个人将续芳玉的遗体搬进浴室 按照之前分座的虎骨的方法 将身体切成无数小块 然后煮熟 粉碎 灌进罐子里 然后丢入海中 这期间 松永泰几乎不分昼夜地监视着所有人的行动 因为目睹了丈夫死亡的惨状 同时还被迫参加了分座 静美的精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经常突然无故惨叫起来 松永泰为了防止静美的惨叫被邻居听到 开始对他惦记惩罚 但这样更加加重了静美的症状 他开始不吃不喝 每天醒过来便开始大声喊叫 不得已 松永泰只好命令淳子将他关进厕所 松永泰叫续芳一家想如何处置静美 如果想不出来 就挨个接受电击 大家都沉默着 看到电击设备已准备好 淳子首先吓得开始哆嗦 他见所有人都默不作声 于是试探着说 我们把妈妈杀了吧 听到淳子的发言 续芳家的其他人并没有显示出惊讶的神情 反而是松了一口气 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母亲发出的噪音 招致警方前来调查 最终导致自己被逮捕 也许很多人都已经想到了除掉续芳静美的主意 但没有一个人敢把这样大逆不到的话说出口 所以淳子的这句话 其实已经得到了大部分人的默许 你打算怎么下手 松永泰问道 淳子平静地说 用刀铜撒的话 可能会弄得到处是血 收拾起来很麻烦 我觉得勒死他比较好 松永泰赞许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 由松永泰指名 竹野和李慧子拿着电线走进了静美被囚禁的厕所里 一番搏斗之后 静美被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勒死了 随后也遭到了分析和抛生 流程与虚方欲完全相同 在这段时间里 因为缺乏外出循环作乐的机会 松永泰开始强迫李慧子与自己发生关系 但只要配合松永泰 自己就能避免被奠击的命运 所以李慧子也没有任何的反抗 听由他的摆布 而此时的竹野 尽管看到自己的妻子被松永泰霸占 但疲于自保 身体虚弱的他 也丝毫没有能够抵抗松永泰的能力 只好采取了听之认之的态度 1998年2月初 松永泰发现 李慧子已经两个月没有来立价了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他下达了处置李慧子的命令 让淳子 竹野和小彩用电线勒死他 当晚 他们让李慧子的生命停在了那一刻 李慧子的死 显然对竹野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 他从那天起 整个人变得木讷起来 身体急剧消瘦下去 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 此时的竹野 已经走到了完全崩溃的边缘 1998年3月初 距离李慧子的死 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竹野从一名体格壮硕的青年 已经消瘦到无法站立的地步了 1998年4月10日 松永泰外出约会 便把竹野、淳子和A子三人一同带上 由于竹野好久没吃饱过 于是当天吃了六人份的食物 晚上回家就突发急性肠胃炎 呕吐不止 4月13日连续几天没有进食的竹野 几乎到了大小便失禁的休克状态 松永泰走进浴室 查看了竹野的情况后 掰开他的嘴 强灌了一瓶精力饮料和一罐啤酒 当天下午 竹野静悄悄地死在了浴室里 死因不明 但跟松永泰强制他 喝下的含大量咖啡因和酒精的饮料有关 同样 松永泰命令小彩和淳子负责竹野的尸体处理工作 此时的A子 因为表现非常逊顺 所以获得了松永泰相当的信任 他只负责照看松永泰的两个儿子 以及小彩五岁的弟弟幽贵 竹野死后 松永泰意识到小彩和幽贵 对他来说已经丧失了意义 他便开始将魔爪伸向了弟弟幽贵 他利用电机手段让小彩主动提出 解决掉幽贵以除后患 1998年5月17日上午 淳子和小彩将刚刚还在屋内玩耍的幽贵带到了厨房 在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女孩的努力下 仅用一根电线 幽贵五岁的生命结束了 分屎 抛屎 一切照常 三周后 抛屎的工作基本结束 此时 松永泰开始给小彩洗脑 让他失去活下来的动力 几天后 松永泰将淳子和A子叫到跟前 对他们说 小彩不想活了 拜托咱们杀了他 于是淳子和A子将小彩带到弟弟幽贵死去的地方 用电线 用电线同样勒死了这个不幸的少女 炼气后的小彩脸上没有一丝痛苦 反而带着一副解脱后的神情 至此 一年前开始搬进松永泰公寓的续芳一家六口人 已经全部丧命 彻底解决完续芳一家后 松永泰从续芳家敲诈得来的财物 也几乎所剩无几 于是便加紧对新金主的笼络工作 1999年5月 松永泰终于成功调上了一名女性 在松永泰巧言吝啬的追求下 这名女性欣然同意与丈夫分居 并且与松永泰一起租下了一套公寓 带着双胞胎儿子一起开始了同居生活 并在两年之内 为松永泰筹集了近3300万人员 不必说 这些钱也都被松永泰挥霍掉了 这段时间里 A子依然负责着照看松永泰两个儿子的工作 2000年4月 A子初中毕业 就此开始了全职保姆的工作 但是A子的复仇心从未熄灭过 2002年1月30日 A子趁赖出购物的机会 开始了他的第一次逃跑 但被松永泰抓了回来 松永泰将A子带回公寓后 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 不仅拔去了他的脚指甲 还强迫他写下了我承认父亲和续芳一家都是我被杀的的自版书 之后 又强迫A子用美工刀割开食指 写下了我再也不逃跑了的血书 觉察到事态发展不妙的松永泰 从之前同居女性的公寓里不辞而别 带走了一切可以证明自己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证据 潜逃回了之前的公寓 之后的两周 松永泰命令纯子对A子严加看管 如有任何可疑举动 立刻向他报告 这段时间 A子表现得十分听话 并且每天主动要求接受电击 以作为自己逃跑的惩罚 但此时 松永泰其实已经准备杀掉A子孽口了 两周后的一个晚上 松永泰递给纯子一根晾衣绳 要他除掉A子 纯子拿着绳子走出了房门的身影 被A子从门缝里看得一清二楚 直觉告诉他 现在要么跑 要么死 A子一把将纯子推翻 连鞋也没穿遍跑出了公寓 跑到街上后 他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来到城外 接着 向路过的司机讨来了几枚硬币 拨通了爷爷的电话 爷爷奶奶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 慌慌张张地出门启动了车 将A子接到后 直接去了警局 警方将松永泰和徐峰纯子抓捕后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 两人一言不发 对一切审讯都不予回应 然而作为事件的突破口 A子为最初的调查提供了大量的线索 与松永泰在一起生活的接近七年时间里 A子对他的据点掌握的一清二楚 警方通过A子提供的地址 搜查了松永泰最后保留的三处公寓 警方在里面发现了受害者的自白书 电机设备 杀人工具和受害者照片 还有一处住所里关押着两名男童 是松永泰和淳子所生 他们都有一定程度的营养不良 随后 福岗陷阱投入了近一百名警力 对事件进行了彻底的调查和分析 然而在A子的供述中提到的各企杀人案件 警方在公寓中都未能发现任何的有利证据 眼看积压的时间已经接近半年 关于此案的调查仍然毫无线索 警方也一筹莫展 终于 一次偶然的谈话 让旭方淳子开始了他的告诫 2002年9月底 负责审讯淳子的警官再次提审了他 一反常态的是 警官突然开始了解了自己的家庭 说到了自己顽固而且严厉的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已经认不得他的事情 说着说着 淳子突然抽气起来 接着 对警方交代一切犯罪事实 2003年5月 法庭再次开庭 A子和淳子分别出庭作证 陈述犯罪经历的过程 但松永泰对犯罪事实全部予以否认 2005年9月28日 福岗县北九州小仓市法庭宣布了本案一审的判决 判处松永泰和旭方淳子两名被告死刑 A子尽管参加了几起杀人及分尸 但因为都是处于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被迫参与 因此免于提起公诉当庭释放 松永泰当庭提出上诉 旭方淳子表示接受死刑判决 之后 淳子在律师团的说服下 同意接受精神诊断 并提起上诉 精神诊断的结果是 淳子因为长期遭受暴力及威胁 丧失了主观判断力 因此向法庭提出减刑申请 2007年9月26日 福岗县最高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判决 对松永泰维持原判死刑 旭方淳子改判无期徒刑 此案中 人性中的兽性显露无遗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对于松永泰 旭方淳子应该憎恨入骨 但事实上 他对记者这样说 我对他虽然有怒气 但没有憎恨 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是这样 反而觉得他很可怜 对于这起案件 您有何想法 请在评论区讨论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忙点个赞 或者点击订阅按钮 出门在外 一定要注意安全 照顾好自己 下期见